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压轴的访谈 是跟资深的贷款经纪张立 张立你好 周乐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今天当然是要谈贷款 但是我们要从三个因素 一个政策 然后介绍很多的program 这三个因素呢 就是GDP的数字 还有呢 就是采购经理人的指数 另外一个就是在3月份的 Non-Farm Payroll 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后呢 由于这些因素造成了联储局 今年可能不会加息 对 从这些给我们讲一下 然后我们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讲 现在市场上 别人没有只有张立有的 这些贷款program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 我刚刚release 第一个季度GDP的增长率 是非常出乎意料 增长率达到3.2% 怎么会这么好呢 这个数字的确是出乎 所有的这个market 也是普通的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料 因为主要原因是 我们的这个international trade 就是贸易战呢 真的发生了作用 因为进口降低了非常多 而且减税这些有效果 你看去年2018年 全年增长2.9% 已经是非常好了 对 第四个季度是2.2% 所以这个季度3.2% 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这个尤其是东部的严寒的气候 还有加上那个政府停摆都没有阻止这个第一个季度增长的速度 所以我看那个今年下半年 整个来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不错的 很有可能超过预计的2.5% 有可能达到2.7% 2.8% 这个跟中美贸易战 中国进口美国的东西减少有关吧 有关对 因为整个美国经济增长是分三大块 一个是零售业占了70% 那现在的零售业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支出来促使经济 政府花钱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international trade 就是贸易 你是有盈余呢 还是有赤字 所以这几个方面呢 美国都在进步 那说到就是说还有其他的数据 比如说失业率呢 还是在比较低的范围 然后这个三月份的non-farm就业呢 达到将近20万人 是19万7千人 19万6千人 这样的话达到就是说 全这个year-to-date 就是前三个月平均来说也将近20万人 所以一般来说经济增长 如果能达到每个月增长20万的就业 就已经能维持经济正常的增长 这个速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 而且最近制造业这个采购净林指数 也是从过去十个月以来首次上升 那这个上升就表明 未来的制造业的这个数据是不错的 说明经济在往上走 而且公司愿意投资 做capital equipment purchase 特别是那个new hire也在增加 所以总的来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股市在连创新高 大家认为现在GDP是在跟去年比 是在降低的情况下 股市还能继续增加 这个是一般人可能都是没有预料到 然后之后呢 这三个因素再加上一个现象 就是通货膨胀 居然还低过百分之二 是的 非常低 这个通货膨胀比较低呢 也是造成联储局可以暂缓加息 而且今年有可能不加息 但是我看现在这个GDP如果增长 pick up这么快的话 如果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远远的超过这个预测 超过1% 就是说继续增长到3.2甚至到3.5 将近4的话 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那联储局可能也许会 重新调整他们这个加息的这个 改变他的mindset 但是联储局永远是data driven 即使说是其他因素好了 GDP好了 但是别的因素呢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且走且看 是的 对 如果通胀率还是维持在比较低迷的状态 那联储局没有任何incentive要马上加息 这是好消息 可是所有的lender呢都得到同样的资讯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疑难杂症 还有大额贷款适合现在弯曲的房地产的市场 只有张力这边可以拿到 并且也可以替您量体裁衣 为什么别人比较难做到 因为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提供一个total solution的公司 因为我们这个就GMCC总体来说 office我们有八家office 而且有那个一百多个lender 包括investor 所以我们的产品不仅齐全 而且各种各样的combination非常多 所以比如说大家现在在班区买房子 因为房价现在在恢复 虽然数据没有出来 但是现在买房 看房的人多了 慢慢的再过几个月这个data会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买房人多的话 基本上全是大额贷款 一般平均至少一个房子 single family现在至少得1.5个million 那你放20% down 30万你还得借120万 对 minimum loan就得超过100万 这样的话呢 很多年轻朋友他贷款的时候 他的reserve 还有他的down payment并不多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 就是说对于这个down payment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10% 大额贷款可以借到150万 这对于asset比较少的 那如果有些人呢 他asset比较多 可是呢 他比如说要退休了 他的收入并不高 或者他scale back 他做一些工作比较轻松的 这样的话收入可能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一些这个贷款 专门对于收入不够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term 从30年延到40年 降低payment 提高贷款能力 还有可以把这个ratio 叫debt to income ratio 对于张伯龙来说 一般是43% 我们可以做到49.9% 这样的话也增加了他的 这个monthly的这个 就是他的贷款能力 对 所以这个这些都是一些 很特殊的program 对于某些朋友来说 如果他正好处于这个 这个关键的部位时候 需要增加他的贷款能力 特别是在大银行做不成的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 那对于这个有些朋友 买rental property的话呢 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program 例如 比如说我们这个program 现在市场上就是 基本上我们公司有 如果您这没有 比如说这个收入非常低 甚至没有工作的话 我们有一个处理一个stated income的deal 真正的stated income 不查收入 什么都不用查 就是说他可以没有工作 或者你有公司的话 你报的收入非常非常低 我们只要求25% down 然后就是他什么都不用查 你不需要stated你的工作 这是真正的stated income 对这个是非常的aggressive的一个investor 25% down 只需要25% down就可以做 利息高吗 利息要高 利息比较高要六点几 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想买房 但是的确现在是没有能力 做贷款的话 先做下来 这个比那个hard money loan 要利率要低很多 反正他自己知道自己有偿还能力 是的 而且这是没有point 而且很多是他们说是不查收入 但是要查你的工作 那个是light 那个是有 对那个是limited或light 那个是要有point 最少一个point 所以这个有这个好处 还有对于做自住房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也是 相当于是stated income 就是说你要specify你的工作 他不查你的W2 不查你tax return 不查你的pay stop 只需要你公司出一个 verification employment 我们就可以做了 所以各种program非常多 非常齐全 所以大家有问题 随时打电话 我们在电话里沟通几分钟 就可以解决 谢谢张力 谢谢 张力她是清华本科毕业 那么她联络到张力的电话号码是 408-315-9470 非常感谢张力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这么愉快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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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APP 或上网 SBTV.KTSF.com收睇